欢迎收看小高 北京时间11月24日 奥运冠冠军全红禅 以一种别开生面的方式 再次进入公众视野 他受邀参加了一场 别开生面的体育活动 与篮球界的几位知名运动员 西热丽江 陈国豪 贺天菊等人 共聚一堂 并留下了珍贵的合影 这一跨界互动 不仅展现了体育界的团结与友谊 也让全红禅的粉丝们 看到了他不同于跳水赛场上的另一面 就在前一日 中国跳水队并未如常进行紧张的训练 而是分为两队 分别参与了赞助商组织的一系列活动 陈玉希 陈奕文 昌雅妮等三位跳水新星 前往武汉 通过大屏幕与远在上海的全红禅 完成了跨越空间的合影 这一幕温馨而又充满创意 展现了跳水队内部的深厚情意 而在上海 全红禅与队友曹元 王宗元 炼俊杰 一同出席了活动 尽管上海的寒风已至 但全红禅依然以最佳状态亮相 身着一件厚厚的羽绒服 最为引人注目的是 他罕见地化了全装 配以新颖的中分发型 整个人看起来成熟稳重了许多 散发出不同于以往的魅力 活动现场 全红禅意外地遇到了几位 来自篮球界的明星 前南篮国手西热丽江 刚刚结束了在CBA南京队的执教生涯 前辽宁南篮的贺天举 已正式宣告退役 还有CBA北控队的现役球员陈国豪 这些篮球界的名将 对于全红禅的到来 同样感到惊喜 四位不同领域的体育健儿 随即合影留念 其中 西热丽江更是单独与全红禅合照 两人笑容满面 气氛十分融洽 除了与篮球运动员的合影 中国跳水队的四位成员 自然也没有错过这个难得的相聚时刻 他们也在镜头前留下了珍贵的合影 这次活动不仅让全红禅 有机会与篮球界的同行交流互动 也让他感受到了 来自不同体育项目的支持与鼓励 活动结束后 全红禅迅速返回北京 投入到紧张的训练中 对于他而言 恢复状态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 据陈若林教练透露 全红禅若要恢复到之前的水平 大约需要一两个月的时间 而若想重返巅峰状态 则可能需要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面对这样的挑战 全红禅展现出了他一贯的坚韧与决心 他深知每一次的付出与努力 都是为了在赛场上 绽放更加耀眼的光芒 此次全红禅的跨界亮相 不仅是一次体育界的友好交流 更是对全红禅个人魅力的一次 全方位展示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